字幕作為主要 稍等一下 確認一下資料 我在ые拆節 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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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可 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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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GHSOUE 小點一下我確認一下聲音 大家有沒有聽到 臉書又改版了 所以訊息有點不明確 稍等一下 有聽見聲音了 今天要花時間跟大家說明一下 有關於無條件基本生活的整個計畫 因為這些年 我們處理這些問題 發生了很多困擾的狀況 所以要花時間跟大家說明 也希望在這個說明的過程當中 當然你有問題歡迎你可以留下來 留下這個問題 如果有些問題我直接給回覆的 我會直接打字 然後跟大家做說明 當然因為整體的運作上面 會有很多的困擾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逐一 跟大家盡可能完整的說明 那希望大家在參加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能夠充分的了解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的誤會產生 另外就是說 因為執行這個計畫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說您真的有曾經參與過類似的活動的話 其實可以理解 我們活動執行起來其實真的相當不容易 那為了要避免這些 不必要的誤會或是困擾發生 我們希望是很完整的在做一個說明 讓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要參加這樣的一個計畫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所以不是一個衝動 那我們不希望是衝動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未來有其他的發展 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更好的一些系統 串接服務 然後呢可能可以來有更 享有更好的獲利跟報酬 我想這個是比較實際的 那有關於我們現在的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完成 那畢竟 要完成這麼大的一個計畫 其實本來就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主意來做說明 那請各位稍等我一下喔 我把一些資訊 呃 通知一下 好 有五分鐘 沒有三分鐘好了 很快 那當然如果說有些朋友可能在 呃 呃 至於現在的時間可能不太方便看這個訊息沒有關係喔 可以 可以之後再來看喔 或者是 呃 整個影片我們講解完以後 請你務必一定要播個時間到時候再來看喔 呃 要在執行這個計畫呢 一定要完整的了解喔 會比較好 好 我們要把耳機蓋起來 稍等喔 呃 現在是中午剛好大家用餐的時間喔 呃 我們做這個直播呢 呃 是要讓我們既有的團友呢 還有可能對我們的活動有興趣的朋友呢 呃 可以充分的了解 充分的了解之後呢 來參與這個活動 我覺得在執行起來 大家的 呃 會比較流暢一些 也知道說未來的發展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方向喔 對大家是比較有幫助的 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先喔 就是在這空檔的時間裡面喔 空檔的時間裡面喔 空檔的時間裡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可以先登入我們的會員中心喔 那會員中心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beestock.com.tw 到我們的會員活動中心喔 就是 不論你要報名喔 就是或者是要 未來要上課的部分喔 都可以 到這個地方來看 好 都可以看我們完整的一些介紹跟說明 那呃 在這個空檔的時間呢 請你先登入這個位置喔 先登入這個位置 好 那我等一下就會開始跟大家做說明喔 我們稍微等一下時間 對 不是等一下時間啊 是 等我來把一些訊息跟 跟一些朋友說一下 就像是 放入冰箱 把你的油拌到中央 把水拌到中央 多了 一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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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了,因為有一些朋友剛好在線上在詢問我什麼時候要開始 好 好 好,不好意思,因為現在直播時間,等一下就沒有,我把一些手機先關掉一下 這樣才不會有聲音 看到我們的直播 那我們這個直播時間大概會,可能要花一點時間說明一下 可能30分鐘左右 希望可以讓你的午餐非常的愉快 OK,好的 那我們正式開始好了 OK,我們2020年,就是今年 今年,我們原來的小霸靈鼓研究中心的糾團計劃 我們現在已經全面轉換成一個無條件基本生活的計劃 已經換成一個無條件基本生活計劃 那在這個計劃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要執行的細節項目真的蠻多的 真的蠻多的 那很多人是不是很理...不是完整的理解 這怎麼...整個運作的方式 事實上它是非常的困難的 那...但是呢,我等一下會花時間先簡單的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直播時間上的一些困難的地方先讓大家知道 那第二個部分呢,會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說 有關於我們你要參與的活動 以及你的身份別 這個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的身份 是屬於什麼樣的身份 然後去選擇適合你的 選擇適合你的服務 這很重要喔 那如果你是選錯服務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沒有辦法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那...這一路走來呢 因為...呃... 陪伴著我們的團友非常的多 真的非常的多 那期間當然也有 呃...可能在配合上面 因為不是那令人滿意的人離開了我們 那也沒有關係 那當然也有離開的人又回來的 這些都有 這些人都有 那...這都沒有什麼對與錯之間的問題喔 而是大家可能在理念上面喔 是...呃...可能...在某個階段是不見得一樣的 真的沒有關係 但是呢,我們盡可能是... 呃...要朝一個正確的 比較正向的方向 一直持續的努力喔 因為我希望能夠一直在發展 而且發展到對每個人都很有幫助的喔 那以我們今年來說 我們今年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系統元年喔 也就是說我們的活動計畫呢 全面走向的系統化 那...這麼多年以來齁 其實我們執行的這個活動當中呢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就是...呃...每年我們可能都要去比對齁 就是...來參加我們活動團友齁的 你的一些資料 也就是說你每年的持股狀況是什麼 好...這個其實在比對上是非常的困難 好...那當然在所謂分配我們的Bitcoin點數 好...也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報酬是透過Bitcoin來... 來配發點數給... 所有的...所有參加這個活動的朋友們 好...所有參加這個活動的團友 好...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會... 我們...我們... 呃...我們會提供系統給你 那這個系統給你之後呢...你就去... 購買... 好...購買這些零股 購買之後呢... 那基本上... 好...我們會學... 我們會去處理的部分 是把你旗下所有的股東紀念品的部分領回來 你回來再做一些... 入倉庫的動作 入了倉庫以後呢... 再來我們做的作意就是... 我們會配發所謂的... Bitcoin的點數 那這個Bitcoin點數配發之後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Bitcoin... 透過這個Bitcoin來兌換你所需要的商品 好...那... 我們的商... 我們的活動內容有別於別人不同的地方 是在哪個地方呢... 以下很重要喔...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對於領股投資是一個... 呃... 是覺得一個很不錯的活動 那當然你想要... 透過領股然後去領取股東紀念品 其實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喔... 不過我們也發現過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樣很大的問題呢... 就是... 當你領回股東會的紀念品 可能三四百樣或四五百樣... maybe很多啦... 那但是... 你領得這麼多... 那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 可能就擁有這麼多... 但是這麼多... 都是... 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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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領散的... 那這個在領散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就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去整理這些... 你可能委託別人領回的股東紀念品 你一定會覺得很煩... 那因為有些東西是... 還可以的... 有些東西是真的... 不怎麼樣的... 好... 所以呢... 我們的做法是... 好... 還有可運用度都是不同的... 每個人需求的狀況都是不一樣的... 那... 在每個人的需求狀況都不一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當然很希望就是說... 充分的讓這些商品能夠... 有效被運用... 也不會造成所謂的浪費... 再來你也不需要有倉庫的管理... 那當然呢... 好... 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減免掉你心中很多的困擾... 好... 我們配發點數之後呢... 你對於這些點數... 你可以做有效的運用... 選擇你適合的... 然後將這些適合的... 比如說你兌換回去之後... 好... 兌換回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 你要贈送給別人啊... 或者你想要做活動啊... 或者你要販售啊... 或者你要販售啊... 其實這個... 我們都沒有任何的意見齁... 那... 以下我提的... 以上我所提的這些的... 結構呢... 都是你可以做的選單... 它會有別於傳統... 你可能是一戶... 那你可能有... 500家可以領的股東會紀念品... 那這500家股東會紀念品呢...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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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全部委託別人... 你花了一筆錢... 只能領回去... 領回去之後呢... 你還要再去安排他... 其實這... 這個整個流程是非常的困擾的... 真的是非常的困擾... 所以我們的計畫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是非常的簡單... 你呢... 對...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 你要選擇哪一些清單... 那我現在講的是... 你要是加入我們的活動之後... 其實會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它很單純... 我一定要再三的強調非常的單純... 你可能買完了... 呃... 領股... 比如說跟我們一樣的... 持有的這些領股之後呢... 你買完了... 那再來就是... 全權授權給我們... 我們會負責去把股東會的紀念品領回來... 領回來之後呢... 會放到... 會... 領回來的東西會放到... 就是倉庫... 倉庫之後配發點數... 那點數呢... 我們就有合作的... 合作的廠商... 我們會請他... 好... 配發之後到你們的帳戶裡面... 到你們帳戶之後呢... 你們就可以去使用... 比如說... 你可能看到A這個商品是我非常喜歡的... 那你就去換你喜歡的東西... 好...那... 我還是要強調齁... 有捨必有得... 好... 有捨善得啦... 也就是說... 你讓出你不需要的... 或者是你覺得你不適合... 不合用的東西... 你放棄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兌換到... 你認為對你來講... 最有幫助的商品... 活動... 好...你可以去... 拿這些商品去做... 你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活動... 或做其他的運用... 這絕對都是好事... 至少不會造成所謂的物品浪費... 再來也不會造成... 你自己要去管理這些... 商品... 平常心講喔... 就是說... 如果你有五百... 五百樣商品啊... 好... 五百樣商品... 那五百樣商品其實... 如果說你今天... 要自己去販售... 其實還蠻辛苦的... 你不如好好的去挑選啊... 你覺得合適的... 那你將這些點數去做兌換之後呢... 你取回之後... 你去做... 其他的運用... 我們完全不會干預... 也不會涉入的... OK... 所以這是我們...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的一個起點... 那當然也有很多問題要說... 欸... 我... 我現在買... 不是無條件啊... 我是有... 我是有... 花費用啊... 對啊... 你買股票... 幫自己買股票嘛... 幫自己買股票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就是... 因於我們未來的投資發展... 其實我們... 現在在發展呢... 已經是一個股票的投資的策略了... 我們將提供這樣的軟體給大家... 可以讓大家... 不僅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比如說我獲得了一個Bitcoin... 那Bitcoin可以再做其他的運用了... 兌換商品... 或者你要到我們的點數交易所... 去練習喔... 怎麼樣掛牌... 好... 把它賣出... 好... 產生收益... 都可以... 都沒有問題... 好... 那大家也有很多人會... 既有的團員吃吃茶... 問我就是說... 欸... 那個... 點數啊... 到底成交的狀況好不好... 其實這個很難說的喔... 點數這種持有的方式喔... 當然... 我們的目標是在兌換嘛... 那我們現在... 各位常常也看到... 系統裡面有很多的模組... 好... 我們未來會開放很多的模組... 我們的點數是可以跟別的點數做交換的... 應該說別的點數也可以來換我們的點數... 換我們的點數之後呢... 然後再... 我們進階再換到我們的商品... 好... 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 系統的開發呢... 當然絕對不是... 呃... 馬上說馬上就好了... 沒有這麼快喔... 那... 我現在其實要去說的部分是... 比較Focus在我們現在... 今天如果說... 你覺得我們的活動是不錯的... 欸... 我覺得... 投資靈果還不錯啊... 那... 我可以跟大家享有一樣... 一個團的概念喔... 這整個團的物資是在一塊的... 然後呢... 你就會分配到Bitcoin的點數... 那... 分配到Bitcoin的點數之後呢... 欸... 你挑你喜歡的... 你兌換回去... 你要去做公益活動啦... 或者你有什麼... 嗯... 跳蕩市場的活動啦... 你想要去... 那邊做擺攤的動作啦... 或者是說... 欸... 可以用點數來兌換... 但是呢... 因為... 我們現況來說喔... 就是說因為... 齁... 就是... 整個團有持股的狀況... 持股的狀況非常的... 不確定... 就是它的浮動狀況是非常的不完整... 齁... 所以我們... 今年發展了所謂的Double Fix... 齁... 等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 呃... 會有推薦的名單嗎... 會有推薦呢... 會有推薦的名單... 會有... 好... 那我們其實在... 系統裡面都會提供這樣的資訊啦... 都會提供這樣的資訊給大家... 齁... 其實... 主要來說齁... 我們希望透由我們現在的新的系統... 叫做Double Fix... Double Fix... 策略城市交易系統喔... 這個系統呢... 第一個呢... 它的優點喔... 是可以幫大家... 全部... 齁... 全部的... 就是零股的部分做一個整合... 也就是說... 呃... 以我們先前來說... 我們配合的券商有蠻多家啦... 有國票啦... 有... 呃... 有... 奔雅... 呃... 奔雅病了一家... 最原始的那一家... 我不記得了... 好...沒關係...OK... 還有奔雅... 還有大倉... 大倉證券... 對... 可能有這三家證券公司... 好...那...沒有關係... 這三家證券公司呢... 基本上你只要匯播... 匯播到我們的... 指定的券商裡面喔... 目前我們現在... 呃... 的券商有兩家... 其實...呃... 還有另外... 幾家...現在已經... 陸續又在上將啦... 只是說現在還沒有跟大家公告... 那...沒有關係... 各位可以就現有的部分來做一些... 到時候活動的部分開始... 就是活動開始... 你可以... 針對你合適的這個... 活動呢... 或者你要去往來的券商... 你去做一個選擇... 好...我們配合的券商會越來越多... 那... 今年我們大概系統的開發... 會只有在... 在... 目前是在三家... 那...之後會再... 增加其他的開發的... 開發其他的券商... OK... 所以... 不會很複雜... 是很單純... 那... 回過頭來談的部分就是說... 有關於我們Double Fix這個系統... 到底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 你把我剛才提到的是三家券商... 你可能在這邊都有零股... 你匯播... 匯播就像匯款一樣... 你把你的股票全部匯到... 我們新的券商裡面去... 匯到這幾家券商喔... 現在目前有的就是... 華南... OK... 還有永豐... 華南永昌... 然後還有永豐證券... 永豐金證券... 那這兩家證券公司呢... 其實你比較把股票匯播過去... 然後呢... 同時間你也下載了... 我們Double Fix的系統... 這個時候呢... 這個系統就可以幫你比對... 比對你現在持有的... 零股的狀況... 以及我們這個團... 零股持有的狀況... 他彼此之間有沒有吻合... 假設沒有吻合的部分呢... 你只要透過勾選... 你只要透過勾選...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哪些是我跟... 比如說... 小巴零股嚴重心這個團... 內容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那我只要勾選它... 再按一個確認鍵... 做一個買入的動作... 你就可以完整跟我們的... 持股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何透過這個系統... 我們要做這樣的系統... 原因很簡單喔... 透過這個系統... 每個人的持股狀況... 都會是清清楚楚的... 在分派... 分派... 分配... 未來的Bitcoin點數的時候... 我們彼此之間都有一個依據... 也會比較清楚... 您在這個活動裡面... 您的貢獻有多少... 反之要回饋的... 部分點數應該有多少... 它應該是很清清楚楚的... 而不是... 這幾年下來... 我們大概會抓的是一個基準值... 但這個基準值呢... 那隨著時間... 還有... 每年... 上市公司會減資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每個人持股狀況...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 按照我們的規定... 每年都將持股狀況... 就是E-mail回來... 所以在比對上面... 透過人工比對上面... 是非常...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的... 因為我們持有的... 股數大概將近700家來說... 每一家都要比對... 每一家都要比對... 其實我們處理的這個數量呢... 是幾十萬筆的資料... 好幾十萬筆的資料喔... 我保守得要說... 幾十萬筆資料... 其實做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好... 所以透過人工來說... 不僅困難... 第二個... 它在分配上面... 也會產生... 很大的不公平... 好...當然... 我還是要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 靈股的投資... 它不是一個大額的... 它不是一個大額的投資... 所以你期望在這樣的活動裡面... 產生一個對你... 哇... 十足上的... 獲利滿滿... 其實這是有困難的... 因為這裡面有非常多的... 無形的費用... 還有有形的費用要去支出... 當然這些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讓... 團友去感受到... 你們會很實質的... 就是... 我取得了一個Bitcoin... 就是我覺得這個Bitcoin的收益... 滿不滿意... 也沒有關係... 其實滿意或不滿意... 在於個人... 在於個人喔... 那當然... 我們在處理的流程上面... 它是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來完成的... 我們希望能做到更好... 但是也需要時間... 那今年開始我們... 有完整的機會了... 也很高興有很多的券商喔... 願意來協助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很多券商... 而且...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應喔... 就是今年... 今年3月23號開始... 會有主筆撮合... 股票... 普通股... 我們有普通股跟... 普通股跟零股... 那普通股呢... 在3月23號開始... 會主筆撮合... 也就是這個... 股票的買賣速度... 會變得更快了... 但是對於... 大戶投資來講... 可能他的出手的... 時間點就會稍微... 猶豫一點... 他們也不敢隨便的... 丟單來做測試... 那... 這部分呢...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要觀察的重點... 那再來呢... 就是今年的6月中... 6月中... 會有... 零股盤中交易... 零股盤中交易... 開始... 那因應這兩個要件呢... 因應這兩個要件... 所以呢... 再加上我們自己... 原生的計畫... 我們原生的計畫... 所以呢... 我們發展了... Double Fix... 策略程式交易系統... 我們不僅要教會大家... 如何在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透過一個系統的機制... 管理你想要投資的股票... 並可以發展... 存股的計畫... 好... 那可以發展存股的計畫... 之外呢... 那當然還是有個基本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這樣的服務裡面... 可以幫助... 欸... 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說... 所謂的基本生活計畫... 意思是... 反正我拿點數... 我點數... 其實我可以兌換的都是日常用品啊... 那這些日常用品好不好用... 非常好用... 小胖啊... 跟我們的團隊其實... 這麼多年來啊... 其實... 我們真的很少去... 去購買日常用品啊... 真的... 真的很少去購買... 因為... 就是基本上這些東西其實... 對我們來說就已經很... 很夠用了... 真的很夠用了... 所以... 變成說我們... 我們不會... 有這方面的支出發生... 真的是... 這個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當然這就是看... 單看個人啦...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的... 希望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 看看大家的需求啦... 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說... 哪一個條件一定是最好的喔... 真的沒有辦法這樣說... 不過這個計畫呢... 因為... 從今年的3月23... 股票的逐筆出貨開始...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盤中的就是會有... 年中啦... 年中會有零股... 盤中交易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純股... 或者你想要參加我們五條件... 基本生活計畫... 其實都可以的喔... 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希望大家是能夠更正向喔... 更正向的... 可以有更好的... 投資方向... 幫自己開始累積一些... 投資的股本... 因應為什麼... 因應你的未來嘛... 因為... 大家隨著年紀會增長... 然後要退休嘛... 那總是要有一些退休金... 那你純股就是... 每年都有一些... 上市公司會派發股息啊... 那這個股息... 如果... 你的計畫做得好... 我們的基本五條件... 計畫做得很好... 已經可以cover你的日常生活... 這方面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 再加上... 欸...我現在開始學會存股票了... 我知道怎麼存股票了... 我開始知道怎麼選股票了... 那我就開始幫我自己好好的存錢... 好...存股票... 來幫自己做一些... 退休的計畫... 或投資理財計畫... Whatever...都好... 好...那... 對於... 呃... 我們所有的團友... 好...我們團友... 還有未來想要參加我們的朋友... 好...簡單來說呢... 我們都... 我們都提供完整的教學... 我們完整的教學... 就在所謂的Double Fix... 喔...Double Fix... 你們會看到一個... Double Fix大講堂... 策略層次交易系統的大講堂... 我們在講堂裡面呢... 會有很多的... 說明... 目前呢... 我們放的都是一些... 可能一些... 股票... 讓大家可能有投票的一個... 過程跟行為... 慢慢去學習... 當然我們還是很希望... 大家都可以去參與喔... 因為你去投這個票... 你回過頭來可以檢視... 你可以去檢視... 你投出這個票...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好... 那像最近呢... 這個... 我們投票的活動呢... 提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 你覺得... 30年... 29年前呢... 應該... 今年剛好第30年... 好... 這個歷史新高是12682嘛... 12682點... 那這個點呢... 到底會不會突破... 好... 那我們... 有很多的... 很多的團友喔... 已經有在自己方面的投票... 你幫自己投票... 可以幫... 回頭... 好... 時間經過以後... 你可以回頭來檢查這個議題... 我們開了很多議題在裡面喔... 那... 當然現在就是... 目前是因為... 小包現在要忙就是... 把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活動喔... 先公告... 讓大家在這個空檔時間... 可以去安排自己要運作的事情... 所以呢... 就變成說... 呃... 我那個部分... 還沒有開始正式的講課... 講課要怎麼運用我們的系統... 來做這些設定... 那當然我把這... 手上這件事情喔... 就是活動計畫... 做完推播以後... 跟大家做說明之後呢... 回過頭來... 我就會開始在... Double Fix 大講堂裡面呢... 跟大家講... 就是說... 股票你要怎麼選... 你要怎麼挑... 你要怎麼買... 你怎麼要透過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呢... 我們的... Double Fix 這個系統... 它是24小時... 全年可以... 當成你的投資助理... 來協助你... 如何去投資股票... 如何去做好設定... 做好策略跟規劃... 好... 讓你可以在投資上面... 無往不利... 至少你不要造成... 很嚴重的虧損喔... 因為很多的投資觀念... 是很重要的... 那... 在我們開發這個系統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因應... 我們的...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或者是... 策略程式交易... 就是... 投資的普通股... 或零股的部分... 其實這兩個部分... 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給我們很多的意見喔... 但我們也聽到了很多聲音... 就是什麼...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買股票... 真的不知道怎麼買股票... 但是對於... 我們來玩這個活動... 大家都很開心... 覺得說玩這個活動很好啊... 反正... 我就是... 你們指定的券商... 就是買個... 就是開個戶嘛... 然後呢... 然後就全部交給你們了嘛... 那交給你們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給我們點數嘛... 那給我們點數以後... 我們喜歡什麼... 我們就換什麼... 好... 我不用造成... 我還要自己管理這些貨品啊... 或倉庫啦... 好... 我自己... 不管我是業務員... 我要做活動啦... 我要做任何事情都很方便啊... 有一個... 有一個 Team 這樣在協助... 其實挺好的... 好... 但是如果說... 你要用這個... 來當成你的... 生命的主軸... 也就是說... 哦... 股東會的紀念品... 然後... 來買賣賺這個錢... 嗯... 我不知道... 呃... 這件事情可不可行... 但是對樵包來說... 其實還蠻困難的... 我覺得要賣... 賣這麼多的貨... 真的是... 是... 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才會機制上... 轉為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商品進入倉庫... 那透有倉庫的方式... 配發點數... 點數... 提供給大家... 讓大家很開心去挑... 你合適的商品... 你也讓出你不要的... 而你取得的是點數... 那點數就是... 專門換你喜歡的商品... 來幫助... 就是自己可以減輕一些... 日常生活的支出... 這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方法... 那... 如果說你是認同... 我們這樣的計畫... 我們真的非常歡迎你... 哦... 繼續的... 持續的... 呃... 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當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其實有蠻多... 團友跟我們蠻多年的... 我們真的其實知道... 就是... 換個圈上真的還蠻辛苦的... 那... 我還是要先回應一下... 就是先前... 國票證券... 他們音樂系統上沒有辦法支援... 那... 其實... 這個圈子呢... 我們也不多說了... 事好事壞... 大家心裡都有... 心裡自己有個底啦... 團友其實心裡自己有個底啦... 那我不再多其他說明... 那我要強調就是說... 他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到目前來說... 因為有很多帳戶已經被鎖起來了... 也就是說... 他不提供資源之外呢... 他也不讓... 大家去使用了... 那也不讓大家繼續使用了... 所以呢... 我們會建議大家是... 在我們新的合作券商...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券商要再上架喔... 只是說資料還沒有... 因為他有一些... 服務的部分還沒有完整... 所以我們還沒有把它放... 可以選擇的清單裡面... 那... 我們至少... 在未來... 未來... 我們的系統都進入標準化之後... 大概在分配上面... 也會得到一個完整的分配... 也不會有疑惑... 包括我們也不會有疑惑... 你也不會有疑惑... 因為你持有多少... 你可以get多少的Bitcoin... 這個都很清楚的...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發生... 那也不會說... 好像...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如期待什麼... 等等的... 但... 有可能啦... 因為期待感每個人都不一樣喔... 不過我特別要強調喔... 我們... 我們不是一個帶領機構喔... 小包還是有自己的... 廣告公司要... 工作要做喔... 那... 我們當然希望是這個活動可以很好的發展... 那當然如果說你... 呃... 多年來有看著我們一起... 跟著我們一起成長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從一個... 很簡單的服務開始喔... 到現在已經進入系統化... 那當然今年... 呃...去年...對不起... 去年2019年以後... 我們開始... 有合作的這個... 網路商城... 他們有提供服務... 可以在線上... 好... 盡可能去服務喔... 然後讓大家去點選後... 出貨給大家... 好... 那我還是要跟大家講喔... 那個... 呃... 其實提供這個服務... 他們提供這個服務... 還蠻辛苦的喔... 那出貨會扣一些點數... 其實... 這點數當然都是由... 小包靈鬼的東西這邊來支付啦... 不過也要強調喔... 呃... 出貨本來就會有... 會有運費... 會有運費... 那我們發出的點數呢... 有兩種點數... 一個是... A... 一個是... B... 好... 有兩種點數... 那... A我們稱之為叫做... 黃金Bitcoin... 那... B我們叫做... 白金Bitcoin... 好... 那... 黃金Bitcoin的用途呢... 它是可以讓你去... 因為... 我想大家還是很... 不太習慣的去看文字的說明喔... 不過還是要麻煩大家有空的時候盡量使用... 就是AI服務系統... 因為... 人工的服務系統的部分會有時間性喔... 我們每天上午的10點到下午的4點... 呃... 我們在去年... 都要這樣子... 呃... 去精算後再回復... 其實... 這個過程是不簡單的... 齁... 是不簡單的... 齁... 那... 我們剛剛也有一個人提到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有很熱門想要自己要... 可不可以... 會不會統一... 給你以後自己拿不到... 其實... 呃... 我們RUN這些年下來... 齁... 我們發現的一個狀況喔... 其實真的不會... 因為你喜歡的東西... 齁... 你會覺得說大家都喜歡... 齁... 但是... 食物上面我們發現... 並沒有大家都喜歡... 你喜歡不見得我喜歡... 我們RUN這麼多年下來... 真的發生的狀況是這樣... 欸...好像... 中鋼大家都喜歡... 大家都會去搶中鋼嗎? 答案是沒有... 有人說啊... 我拿來要做什麼... 真的... 我們食物運作上的結果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透過Bitcoin去換... Bitcoin的點數據... 換你喜歡的商品回去... 這絕對不會有問題... 但... 但是商品也有一個困擾就是... 欸... 它可能被換光了... 那被換光怎麼辦... 換光就換光... 我也沒有辦法... 不是...我不願意給大家... 你們東西...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拿回去... 真的... 就是說我們... 持續性會發很多點數出去... 就是要讓大家把這商品... 盡可能都... 全部都... 喔... 全部都把它換回去...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對你有幫助你就換回去啊... 這沒有問題啊...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 這麼多商品啊... 出去這麼多商品... 這是太有困難的... 我們還是很希望就是說... 大家... 好... 物盡其用... 好... 那... 盡可能去取得你喜歡的東西... 把它兌換回去... 對... 那... 有沒有保護... 限制... 一個帳號... 幾個... 喔... 你是講的是我們的系統嗎... 好... 我先講一下喔... 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系統呢... 一個帳戶裡面呢... 一個系統裡面也可以放... 十個帳號... 也就是說... 你開一個系統後... 你可以管理十個人... 可以換十個人... 好... 剛才... 也有一個朋友提到就是說... 大家喜歡超商點數... 其實不瞞各位說喔... 我們... 其實這個是個秘密啦... 就是說我們... 我們接下來會把... 超商點數跟我們的點數之間做兌換... 這之間我們會做兌換... 但是因為系統還要測試... 可能都不是大家想像的說... 一想... 砰馬上就跳出來... 這麼快... 不可能這麼快的... 不可能這麼快的... 處理的效率啦... 因為系統要測試... 然後要檢查沒問題... 我們現在... 單純在... 現在... 呃... 對於... 我們在... 呃... 點數交易中心裡面的... 這個系統... 我們也都還在... 在做測試... 還有查詢的過程當中... 所以... 可能不會有那麼快... 就是馬上開放... 但是我們... 持續性的一直在發展這個... 發展這個... 我們Bitcoin的... 可運用的... 各個平台... 好... 那這... 陸續一定會讓大家看到... 其實... 呃... 2019年... 其實我們辦了一場... 就是團聚... 在台北... 在台北... 汐止那個地方... 那其實有跟大家講... 以後Bitcoin會做流通... 會不會流通... 答案是... 會流通... 一定會流通... 好... 憑藉著什麼... 憑藉著我的堅持跟我的毅力... 還有支持我的朋友...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完成這件事情... 好... 大家當然都錄影嘛... 就是... 純正... 好... 我會很堅持的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 為什麼會一直堅持... 因為我要一直... 我一直投資的原因是因為覺得說... 欸...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計畫... 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當然... 我還是要強調... 那當中有... 可能很多人對我們是誤解的... 或者不理解的... 或者他覺得說... 這個... 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都沒有關係... 好... 那當然就是選擇你喜歡的... 我們就是開開心心一起做這個計畫... 那... 時間會證明很多事情嘛... 那我現在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 很多人是說成果以後... 成果以後再來論英雄... 呃... 現在還是過程嘛... 所以我不能講說我們現在是英雄啦... 我們大家是英雄... 還沒有... 我們有很多的計畫... 包括我們... 提到的就是... 策略教育程式... 這個策略教育程式... 我們希望以後我們能做... 直播平台... 我們邀請... 很多使用我們系統的人... 他用了之後呢... 他覺得... 我真的確實... 上了這些課以後... 我也用了這樣的系統... 幫助我存股... 賺到錢了... 那我們就邀請你到我們現場來...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到底要怎麼透過這個系統... 來... 創造更多的收益... 那這個系統會不會只有單純... 比如說只有普通股啦... 或者只有零股... 就兩樣... 東西... 其實裡面我們要開發的方向是非常的多... 有一些在我們大講堂裡面的朋友... 其實已經看到畫面... 但...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計畫是放在上面的... 比較新的會在那邊... 因為... 我想這一群... 朋友是這麼支持我們的齁... 所以我們當然第一手訊息... 包含我們有構想... 有一個新的idea的時候... 我們就會放在上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這個訊息... 那沒有說直接公開出來的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 你對我們還不是那麼了解... 好... 我們不是一個... 我們也不是白蓮教什麼的... 就是... 我們喜... 我們喜歡已經... 你對我們已經有深刻的了解之後...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跟我們的計畫... 我覺得這樣... 我們可以減少... 不必要的誤會啦... 不必要的誤會... 而且可以發展得很好... 如果你有心想要... 想要... 學習投資股票... 那當然你要花些心思...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的平台的分類... 你喜歡的去那個地方... 那你真的沒有辦法... 當然就... 沒有關係... 你就停留... parking在這個地方... 那... 這個都是... 很多要執行的面向...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 好像點了很多問題... 就跳出來我們好多平台... 沒錯... 有很多平台... 那你想要了解哪一塊... 你就要去哪一塊找... 比如說你要出貨... 出貨呢... 出貨你就要到去找小鋪... 因為為什麼... 因為去找小鋪那邊有倉庫喔... 直接的人員可以服務你... 就是說... 兌換商品或者是什麼問題... 您留言到小鋪靈骨研究中心... 這裡當然沒有辦法去服務這一塊... 因為貨不在我們這邊... 或在去找小鋪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會有線上的人來服務你們... 那我們呢... 最多我們只能說... 欸... 有時候發點訊息... 請他們協助... 可是也有問題喔... 各位在LINE上面留訊息喔... 我們有時候轉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知道你... 你的名字是什麼... 因為我們LINE上面喔... LINE上面都會有自己的... 編號名稱... 不見得是你的本名... 所以我們貼訊息給他的時候... 常常會看不到說... 那這到底是誰... 他找不到... 不是我們找不到... 我們的都有做... 這個管理跟規劃... 沒有問題... 對... 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是個困擾...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會寫說... 您要留言到哪個地方... 我們會貼這樣的訊息... 請大家找到你合適的地方去留言... 這個可能對你來說是比較... 直接有幫助的... 我們不是... 不回答... 或者是說... 我們... 好像不太談這些事... 不...不是這樣... 我們是盡可能的... 能協助就盡量協助... 我們給的一定是最... 最快的管道... 我們一定給最快的管道... 我們不想要浪費時間... 因為我覺得... 各位的時間跟我們一樣都寶貴啊... 我們也沒辦法處理這麼多... 這麼多的人... 所以我們必要分到... 分到各個... 各個... 不同的部門... 有... 有負責的... 專職的... 他們在倉庫... 他們現場看得到... 會有什麼問題... 他們可以直接處理... 或者... 比如說你的點數上出了問題... 沒關係... 他們會總結後... 再... 再丟到另外一個點數部門... 那點數部門... 他們自己會去處理這件事情... 點數這個團隊... 就會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一塊一塊的... 分門別列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 參加我們的計畫... 你一定要了解... 那... 我們也不希望發生一件事情... 真的... 因為我接下來... 不想要再花太多時間... 跟大家講喔... 讓大家可以... 比較快速的知道這個主題... 我們很希望是... 你必須要看完我們的資料... 看完我們的資料... 不要認為說... 我憑一個印象... 或者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 我們都會有寫得很清楚的流程... 我們都很清楚的流程... 如果不夠完整的... 我們一定會再補... 大家建議給我們的... 我們一定趕快再補這些資訊上去... 所以... 大家一定要看完完整的... 訊息... 好... 完整的訊息... 一定要看... 如果你沒看... 不是我沒有說喔... 或者是不是我們團隊沒有說清楚喔... 事實上是... 如果你沒有看... 一直問... 沒有用... 找不到答案的... 全部都寫在上面... 流程... 我相信完成95%... 甚至98%都有... 那有些資料可能... 不夠的... 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會再加強... 我們希望可以提升到更好... 讓大家可以更滿意... 好... 但是對於我們活動計畫... 你的... 你的參與... 一定要是... 完整的理解... 好... 因為我們... 不太願意... 花任何時間去處理...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對於很多非常優秀的團友來說... 對於非常優秀的團友來說... 對於非常優秀的團友來說... 其實... 他們真的是很認真的... 就是... 我看到什麼訊息... 我要怎麼去做... 自己去處理... 對... 有什麼問題丟回來... 我們人工上出問題... 我們就跟你講說... 這是人工問題... 但是... 當然... 今年開始... 我們全面系統化以後... 這些問題會慢慢降低... 甚至會慢慢就沒有了... 慢慢就會沒有... 但是呢... 更遑論我們現在的... 機構還不是像Google這麼大... 如果我們像Google這麼大... 當然處理事情上面會更有效能一點... 當然... 我們也是繼續努力喔... 希望能夠讓... 所有的流程是更加順暢... 好的... 那我想... 還是... 再三強調... 請你要看完我們的合約服務... 內容... 請你要看完合約服務內容... 不要再有任何的誤解發生... 因為... 真的很不必要齁... 這個... 呃...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就是零股計畫呢... 它不是一個很大額的投資... 好... 那... 其實... 將心比心... 如果說... 呃... 你期望... 這個團隊可以做到非常的好... 你一定要給他充足... 充足的... 空間跟時間... 因為系統的完整度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系統不夠完整... 再多... 再有能耐的人都做不了這件事... 我真的再有能耐... 我相信再有能耐都沒辦法做這件事... 台灣目前只有我們做啦... 好... 那你要很單純的... 比如說你要委託給人家帶領... 那你就去找合適的單位... 我相信還是很多可以幫你願意帶領的啦... 當然我也看到很多人推出了... 帶領的行列... 那也是很多啦... 那... 都有它的壓力點嘛... 那我們當然... 我們的發展... 希望是有更... 更良善...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我們不會局限只有在這個目標上面... 我們接下來發展的就是以城市交易系統為主... 好的... 還是... 你看我一直在講... 就是合約還是要看... 拜託一定要看... 看完決定好... 你再要... 要參加再參加... 參加後請... 呃... 請那個無怨無悔... 如果真的覺得我們服務不好... 也沒有關係... 那... 大家好聚好散... 那就是... 找適合你的去發展... 好嗎... 這跟... 這跟... 那個... 夫妻或男女朋友一樣... 就是... 能在一起... 共同理念... 那雖然年齡成長不同嘛... 會有... 觀念的改變嘛... 無所謂的... 好不好... 就是... 可以在一起... 當然就在一起... 不要愛恨交織成這麼的痛苦... 因為我們也很痛苦... 好... 因為... 彼此要理解的程度... 有... 太多了... 那... 唯一... 只有標準化... 只有標準化這件事... 才能夠獲得... 圓滿的解決... 你會覺得說... 在分配上面啊... 或者是說... 點數或取得上面... 都會是完整的... 所以... 當然有些團員看到說... 欸... 那我今年如果說... 我沒有安裝這個系統怎麼辦... 沒有安裝這個系統怎麼辦... 就... 就沒辦法... 對... 就沒有辦法... 因為... 因為... 沒辦法... 掌握到你完整的狀況... 我們當然就沒有辦法... 提供完整的服務... 好... 那... 當然... 因應的我們系統化... 越來... 一步一腳印的... 越來越完整之後... 你會感受到... 我們確實持續性在進步... 會持續性在進步... 而且會進步到讓你滿意... 對... 尤其在... 投資獲利... 賺錢... 真正的我們的... 特略程式教育系統裡面... 呃... 我真的非常有自信... 可以讓你們... 獲利... 那... 當然還是要低調一點啦... 那當然還是希望大家能夠... 真的... 要花時間啦... 投資一定要學習... 要花時間的... 最近... 最近也... 教了不少人... 發現這個觀念... 我的觀念很特別... 當然有觀念可以驗證的... 而且驗證... 到最後你就會發現說... 對... 現在股市都要一萬兩千多點了... 要怎麼買股票啊... 30年來的歷史信號都要發生了耶... 那我接下來要怎麼投資... 沒關係... 我們在大講堂會跟大家講... 怎麼樣投資喔... 好... 我先談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先帶大家看合約喔... 就是剛才... 我剛才... 現在... 各位在平板喔... 我放在桌面旁邊的這個平板喔... 上面會有我們的... 活動內容喔... 來...我現在點選給大家看喔... 在左上角的地方... 點選看來以後呢... 有一個最新消息... 好...一個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點...點擊了之後呢... 你會看到... 熱門投資活動... OK... 熱門投資活動裡面呢... 各位看一下喔... 這裡有... 第一頁... 這裡有... 第二頁... 總共有兩頁... 好... 你看這是第二頁... 這是第一頁... 總共有兩頁... 喔... 滑一下給大家看喔... 下面有我們... 未來在各券商可能... 講課或者在外面辦講座的一些... 說明... 好... 我們會直接寫在這上面... 讓大家可以看喔... 那... 順便預告一下喔... 1月8號呢... 如果說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說... 在直播上面... 你可能... 看了就不是很理解喔... 沒有關係... 歡迎你到現場... 歡迎你到現場... 到現場來喔... 我這邊有寫喔... 好... 1月8號是在... 呃... 民生動物四段... 好... 那1月10號呢... 是在... 新店北新路... 那我們持續性會在這邊... 部分喔... 會把這個時間都會排列上去... 好... 因為我們要敲場地... 所以都必須要做一個... 說明... 要做一個說明... 好... 那你就在這邊報名... 那當然報名... 報名一定有報名的... 好處嘛... 就是說... 你的身份會改變... 身份一改變以後... 你就會想有優惠... 好... 所以... 歡迎大家來現場... 好... 我再切回來喔... 就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的活動呢... 第一頁有123456... 第二頁呢... 有兩個... 好... 所以總共呢... 現在有... 八個... 八個... 服務合約... 有八個服務合約... 所以你要依照你的身份別... 來看你的合約... 我先點第一個... 給大家看喔... 第一個就是... 既有團友... 也就是說... 你本來就是我們的團友... 好... 就是我們的團友呢... 那你想要... 你想要... 訂購這個服務... 就是... 普通股的... Double Fix 的... 策略層次交易系統... 再加上... 零股的...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這個系統... 那你想要到永豐證券開戶呢... 你就點這一個... 那你想要到華南... 你就點下面這一個... 好... 就是這樣子... 很單純... 那未來別的券商... 因為你可能要挑你喜歡的券商... 好... 你要喜歡挑你喜歡的券商... 那... 這會再另外增加... 所以... 看清楚這個... 合約的內容真的蠻重要的... 不要選錯... 真的不要選錯... 你選錯... 你跑到那邊去... 你就不知道你有什麼訊息... 因為這個資料... 我們會交給券商... 就是... 請我們的券商代表跟你聯... 請券商代表跟你聯絡啦... 好... 請券商代表跟你聯絡啦... 讓... 讓整個運作上面是比較流暢一點... 我先點第一個... 假設你是要到... 好... 你是既有的團友... 那我要購買的是這個服務... 我點下去... 好... 欸...這樣... 好像字太小了... 計畫部分... 我不再說明啦... 那... 我比較強調...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我們這個活動的時間呢... 是1月1號起... 到2月28號截止... 到2月28號截止... 好... 這活動期間是... 就是1月1號起到2月28號... 好... 因為這個有安裝系統還要測試的部分喔... 所以... 特別提醒大家... 一定要在這時間內去完成... 如果說你時間又拉了更久... 嗯... 線上還有券商... 還有我們... 不見得有足夠的時間來協助你做這些測試... 其實測試是很快的... 但是... 重點還是...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 有效率一點... 好... 因為... 大家報完米以後... 我們還要做整合... 整合這個整理資料以後... 還要交給每個券商... 券商就不是只有這兩家券商... 是N個券商... 一二十加券商... 要整理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 我們今年的活動到2月28號... 我們就截止了... 就...我們就不再受理活動了喔... 對... OK... 那我現在... 先把這個部分... 講完整齁... 就是說... 好... 我先把身份別... 先做說明齁... 身份的分類部分... 好... 這個部分呢... 第一個提到就是說... 假設你註冊... 註冊成為我們網站的... 朋友... 你就註冊嘛... 就是看得到我們訊息... 好... 那你就是... 你是沒有完全購買過我們任何服務... 也曾經都沒有參加過團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會員... 你登錄一個網站... 那你就是所謂的會員... 就這麼簡單... Easy... 好... 就是登錄... 然後註冊... 然後就叫會員... 好... 這就是身份就是會員... 好... 那... 什麼叫做新... 什麼叫做新會員呢... 新會員很簡單... 就是說... 假設你要購買的是一個合約... 我要購買... 這個城市交易的合約... 但是呢... 我不要... 我不願意參加你的... 無條件基本生活... 計畫... 我不參加...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就去購買... 新會員的合約就好了... 也就是說... 你可能只是... 純粹的想要透過... 策略城市交易系統... 然後... 這樣的系統... 掛一個系統... 應用程式掛在你的... 家裡的電腦... 24小時幫你工作... 那你... 平常只要去檢查一下... 就是說... 這個... 軟體有沒有在執行我的計畫... 這樣就好了... 那... 你就是... 純粹的只是... 一般的新... 我們就是稱之為新會員... 我們稱之為新會員... OK... 那你沒有參加計畫的... OK... 那如果說... 你要參加計畫的... 我們就稱之為... 新團友... 我今年購買了你的軟體... 並且呢... 我同意參加...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全權委託... 好... 辦理... 無條件... 好... 基本生活計畫... 我們稱之為... 新團友... 就是說你... 不是我們的團友... 這個族群其實會蠻多的... 你就是新團友... 今年參加我們的活動... 好... 會參加我們的活動... 你同時會擁有... 股票... 普通股的系統... 也同時會擁有... 零股的系統... 你會... 有兩個系統... 當然購買... 系統... 就會有系統費用產生... 這會有系統費用產生... 好... 只要你是要參加我們今年的活動的... 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並想要... 呃... 學習... 普通股的策略程式交易的部分... 我們... 都稱之為... 新團友... 你就是今年新加入的... 就叫做新團友... 好... 那你不要... 你不要參加的... 不要參加我們這個... 活動計畫的呢... 啊... 他就是新會員... 啊...很簡單... 就簡單耶... 好... 那再來呢... 再來很大族群的是我們的... 既有團友... 我們有既有團友... 既有團友就是... 已經跟我們很多年喔... 2019年喔... 有參加我們活動的團友... 這些都是既有團友... 那過去已經退團了... 是不是團友呢... 當然就... 不是了... 因為... 我們分手了... 分手沒關係... 要復合... 那復合就重來... 就是重來...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系統寫實... 你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不通人情...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很多時候呢... 你可能去... 外面... 那你可能去找了一些別人服務... 然後你回頭來找我們服務... 我沒有說不行... 但是我們系統已經開發的系統... 結構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 因應就是... 呃... 少數離開了... 然後一直改... 一直改... 而且系統沒有... 我們認為系統沒有100分了... 當然我們很努力在發展100分的系統... 好... 我們努力在發展100分的系統... 但是... 真的有困難... 好... 所以... 請大家多見諒... 就是說... 有捨必有得... 好... 有得必有捨... 這個... 這個結構它是一個很... 很正常的循環... 好... 所以我們今年的活動...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符號... 無限... 無限... 它有無限大... 也有無限循環的狀況... 所以你可能喜歡的時候回來... 不喜歡的時候離開... OK... 都可以... 好... 但是... 規定是這樣子... 好... 這是... 有很多因素... 系統的開發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所以... 沒有辦法... 你可能就... 不是這個名單內的人...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享有它的優惠... 好... 就沒有辦法享有它的優惠... 所以這會有點困擾... 這個大家要多見諒... OK... 好... 我們訂購清單裡面呢... 這裡就有很多... 你要點下去就回到剛才那頁... 我只是剛才先... 帶大家來看這個... 那這裡有訂購的流程... 你要先選擇你的計畫... 所以... 最重要的關鍵是選對你的計畫... 你如果選錯計畫... 真的選錯了... 比如說... 你是... 你是一般的... 我們... 好... 在這邊... 你是一般的新會... 你是註冊完的... 會員... 那你想要加入我們今天的活動... 你就要新團友... 結果你去點了... 既有團友的... 活動... 那因為你就不是我們的團友嘛... 目前還不是嘛... 你只能算是新的嘛... 那我們就會... 在系統就會踢掉你... 所以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最後... 訂購的結果就會... 失敗... 就會失敗... 喔... 不是... 不是要找你麻煩... 而是... 我們要先理清楚齁... 你的身份... 別是不同的齁... 當然結果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對... 既有團友跟新會... 新的團友喔... 會有... 會有不同的... 費用上的差異... 會有不同的費用上的差異... 這個其實... 我要跟... 跟的是... 我應該這樣講... 我要跟我的既有團友講... 其實... 呃... 小胖是飲水寺院的人... 好... 陪伴我... 這麼長久的人... 是誰... 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對... 當然當中可能有愉快不愉快的事情都會有發生... 對... 但是... 經過溝通後... 或者是信任後... 你可以理解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也知道執行這些計畫的一些難度... 那... 今天我們已經有這樣能力的時候... 我們會做這樣的... 呃... 我們會做這樣的能力齁... 來... 回報大家... 我們就會盡我們最大的能力回報大家... 所以呢... 你只要確定好你的身份別... 去訂購你的合約... 好... 那我們... 有些資料... 或許好像... 還沒有補完整的部分... 我們會... 呃... 如果一現在開始訂購完... 好... 訂購完以後呢... 哦... 既有團友... 補充好了... 既有團友... 你使用... 零股的Double Fix... 這個系統... 好... 第一年... 沒有收任何費用... 我們不收任何費用... 好... 當然如果說... 今年後... 就2020以後... 好... 明年開始... 你覺得說... 嗯... 這個計畫好像我還要花一點點費用... 那你覺得這個費用是個負擔... 或者這個報酬... 可能不達到我的滿意... 或者我覺得... 呃... 沒有關係... 這真的都沒有關係... 好... 完全沒有影響... 好... 就是... 選擇你喜歡的... 那... 因為我們現在的資訊的成本的... 負擔是變得很高的... 非常非常的高... 可能差不多大家想像的... 所以呢... 我們... 我們必須要著收一點公本費用... 當然這個公本費用... 我們大概是開發票給大家... 你... 反正你訂購後... 我們就會... 我們一樣會開發票給你... 如果你是買... 零股的系統呢... 我們在首年... 完全不收任何費用... 但是呢... 如果你要購買的是... 城市交易系統... 就是買普通股這件事情... 我們會著收費用... 我們一年費用是... 5988... 那我們回歸的方式... 上面都有說明... 那因為太多了... 我就不贅述... 如果你要看... 這裡面的差距很簡單... 你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你去點... 點他們的合約... 點他們的合約... 你去看他們的合約... 第二個呢... 你可以來參加現場的講座...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做了很大... 很大的回報... 這是我們認為... 我們也做得到... 我們要... 維持這個活動... 繼續維持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要件...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理解... 因為... 這個費用真的很低啦... 只有幾百塊錢而已...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用了一套... 一套... 24小時全年服務的... 投資理財的... 助手跟工具... 陪伴在你身邊... 不管你要去忙... 或者你... 上班嘛... 因為大家不方便... 不方便看盤嘛... 沒關係... 你就把它設定好... 對... 那個系統自己會幫你運作... 其實... 券商總經理... 副總理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收費... 會不會收太低... 我覺得... 沒有關係啊... 因為大家活動開心... 而且... 我可以跟各位... 我跟各位直接說... 讓大家賺到... 真正的新台幣... 那我... 我會有多開心... 真的是開心到爆... 而且... 大家如果能夠認同... 這樣的投資方式... 因為... 我接下來會在... DoubleFIX的大講堂裡面... 講課... 我會講很多的... 投資理財的方式... 尤其是觀念... 還有食物... 食物... 這邊也呼籲大家... 如果說你在... 那個... 大講堂裡面... 你有哪一檔股票... 需要檢視... 沒有關係... 我們只會做分享... 齁... 在法律上... 分享應該是不違法啦... 因為我沒有分析... 是直到啦... 那直說沒有關係... 但是... 還是要跟大家講喔... 我們提供的是一個系統... 系統的工具... 那當然... 買賣股票... 還有... 這些... 喔對... 還有一個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 請大家都一定要... 早時間改回去... 透由這次... 這次要移轉券商的過程當中... 請大家... 趕快把通訊地址改回去... 呃... 不要再寄到... 不要寄到我們的辦公室了... 因為... 辦公室收這個... 真的也蠻困擾的... 而且... 有一些投資訊息... 大家也都可以看... 都沒有問題... 那會不會影響... 會不會影響... 你股東會紀念品的事情... 答案是不會影響的... 所以我就沒有說... OK... 但是現在說了... 你們也可以知道了... 不影響... 把通訊地址改回去... 這還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 這個系統會安裝在你們自己的電腦... 我們不會去控制你們的電腦... 這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 好... 呃... 剛才... 喘口氣一下... 剛才有提到說... 有其他場次沒有辦法在台... 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會做... 全省的巡迴講座... 會做全省的巡迴講座... 一直到2月... 2月28之前... 那我看我能排多少場... 我會盡量地排... 讓大家都可以... 我很樂意做... 因為我覺得... 呃... 在這段開發的過程當中... 真的發現很多問題... 就是... 很多投資人賠錢... 不知道賠什麼意思... 我實在是不理解... 為什麼... 投資可以賠成這樣... 但是這樣講也不太對... 因為... 畢竟... 我在20幾歲的時候... 一年就賠過300萬啦... 對啊... 所以... 賠錢好像也是正常... 你不賠過你怎麼知道說... 賺錢辛苦... 而且... 賺錢辛苦是... 我是一個過來的人... 會覺得說... 今天有這個機會... 有這麼好的系統... 如果他可以幫助你賺錢... 或... 降低你賠錢的機會... 成本又很低... 費用很低... 那你就購買他... 購買他回去... 讓他幫你... 24小時... 對啊... 就像請一個投資助理一樣... 一個投資幫手... 將你的理念... 將你的投資策略... 全部灌注在這套系統裡面... 讓他去執行你的投資報酬跟計畫... 這是很好的... 這真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 不用擔心喔... 我... 可能不會不只到2月28啦... 可能接下來... 到處就會做巡迴講座... 這個是... 這是我接下來的計畫喔... 因為... 我們系統會不停的升級... 以後... 你持續看... 當然... 不停的升級當中... 費用就會增加...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 開發成本增加... 所作的... 開發成本增加... 當然... 當然就費用上會增加... 我們會分不同的版本... 好... 那現在目前的版本... 其實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好... 先不... 不做... 不做... 還是繼續把這個部分講完喔... 所以你一定要在... 身份別這個地方要認清楚之後呢... 那... 回過頭來... 我們就... 我再點回來看喔... 好... 好... 你是基友團友... 如果你只是要... 維持零股的活動計畫... 沒問題... 你就看你要在永豐開戶... 你要在華南開戶... 好... 那你不要自己跑到券商去喔... 就說我要參加那個活動... 我要直接開戶喔... 我跟大家講喔... 券商並沒有跟我們簽合約喔... 沒有跟我們簽合約喔... 我們當然會提供優惠... 那個優惠是我們已經... 請券商會提供給你啦... 我們自己是不可能提供給你的... 沒有辦法喔... 因為券商不是我開的... 也不是我們研究中心開的喔... 所以這部分呢還是要跟大家講喔... 就是說你要選好... 哪一家你還是要在... 這個上面... 你要在這上面... 報名完成... 訂購完成... 我們會把資料發給... 就是究竟... 對你來說比較便利的... 服務單位... 讓他跟你聯絡... 你不要自己上網去填... 你自己上網去填... 填了半天呢... 你最後都弄錯啦... 因為前一段時間... 有一些人就直接跑去... 就是直接上網填... 填了資料以後呢... 結果... 開戶的也錯了... 然後呢... 呃... 使用方式也都錯了... 所以... 他變成那個戶頭要註銷... 要重開一次... 那不是很困擾嗎... 對不對...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都就定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 一定要選對... 你一定要選對一個合約... 不管你是新團友... 如果你是... 我剛才講的... 你看... 如果你是... 純粹的會員... 就是會員喔... 你只是要買... 股票的超... 超盤的軟體... 沒有問題... 這個就可以... 這個是個工具... 真的是非常好的工具... 當然你買了以後... 我們才會邀你到我們大講堂... 我們才有辦法講課啊... 講這些觀念喔... 讓你可以... 清清楚知道... 這什麼操作喔... 我覺得看很多人... 賠錢其實... 有時候都覺得很特別啊... 他賠的錢真的... 隨便買一套軟體都可以幫他賺回來... 可能... 才... 可能才... 幾檔的交易... 幾天的交易就賺回來了... 那... 投資其實在我的... 觀念裡面... 嗯... 買工具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對的是什麼... 你要對的是可能... 三大法人... 自營商... 自營商手上的工具有多好... 有多強... 你連基本工具都沒有憑感覺... 或者聽小道消息... 賣股票... 這樣能賺錢... 當然... 有... 因為你身邊很好朋友... 或者打官錢要... 好朋友很多... 那當然沒有話講啊...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結果啊... 對不對... 當然如果不是沒有... 那怎麼辦呢... 還是要自己有點基本功能... 人家有沒有騙你要知道啊... 你要學習啊... 那我們當然就認真交啊... 對不對... 那... 以後大家常常會問問題... 你自己可以賺為什麼要出來講... 那可以... 到現場來跟你們說為什麼... 好不好... 對... 我們還是先把這個部分完成... 好... 如果說你是一般的... 就是新會員你想要買軟體... 但你不參加我們的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 你就是選最後面這... 第二頁的這兩個... 好... 那如果說... 欸...你覺得我們的計畫都是好的... 這裡就很清楚了... 團友... 好... 好... 啊... 你是新團友... 新團友就是你要參加... 然後呢... 你要到哪一家券商... 好... 下面都有標記很清楚... 請停隊喔... 請停隊...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會拋到... 券商請... 券商的代表跟你聯絡了... 所以一定要留隊... 你要留錯資料的話... 其實... 其實耽誤你的時間... 然後... 我... 我希望是因為... 呃... 講完整一點... 大家才不會困擾嘛... 因為有時候講得不夠完整... 好像... 好像困擾會蠻多的... 我們接下來真的會開始做很多的... 很多的這些... 課程的講解... 跟說明... 然後也有實務上面的部分... 歡迎大家真的可以... 可以... 真的很好的參與啦... 因為參與的互動越多呢... 你... 你... 你會學習到更多... 真的... 投資股票是可以賺錢的... 可以跟大家肯定講... 絕對可以賺錢的... 呃... 多年前... 有些人有看過... 我們一些資料... 但是那個... 因為資料太多了... 我到時候會在現場講課的時候... 再秀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 資料呢... 可能很多人... 呃... 第一次看到都會嚇到... 對... 啊... 其實都是透過系統... 真的都是透過系統...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投資股票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真的不難... 真的不難... 但是要有心啊... 對啊... 呃... 可能房間有很多軟體... 什麼... 我幫你選好... 你就買它就好了... 那買的點也很重要嘛... 那買的點以後要怎麼執行... 誰幫你執行... 你要上班... 上班到一半... 然後突然間說... 欸...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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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買的價格就錯失了... 為什麼不能有一套系統是逆向呢... 逆向... 所謂逆向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認為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你... 你... 你都會看... 你都看盤了... 你就說... 喔... 我覺得它可能會發生... 那你就把一些價位都設好啊... 設定好以後... 時間到就... 就自己幫你買賣啊... 這不是最好的嗎... 那你覺得... 投資法人... 或者是... 外資... 自行商... 或投信... 他們都是當場看... 當場買嗎... 不... 他們一定都是開會後... 決議後... 然後要買什麼... 然後丟到系統去幫他執行... 出價購入... 出到這個價格... 買入... 張數多少... 它都是預設好的... 不可能是... 不可能等到說... 喔... 我們看今天的行情... 有... 那個可能就是期貨... 或者玩當充的... 如果玩當充的... 未來有當充的系統... 當充的系統... 都可以做... 我們都可以做... 那... 現在的系統已經很完善了... 因應無條件基本生活計畫的零股系統... 還有以及... 就是... 普通股的Double Fix... 城市交易系統... 兩個部分都可以... 都可以運作... 那... 選擇你需要的... 先決定好... 當然你也可以觀察... 你多觀察我們沒有關係... 因為... 這條道路是... 這條... 投資這條路是... 本來就是我在走的路啦... 好... 我有兩條路啦... 一條就是... 呃... 就是網路系統這一塊... 一條網路廣告系統嘛... 那一塊就是投資理財這一塊... 那這兩條我都是開成系統... 好... 那... 也順便廣告一下... 我們那個網路也是很厲害的... 只是現在還沒有機會跟大家講... 嗯... 不過因為我們這次投資就不談這一塊... 以後大家可能會在別的地方看到... 我的出現... 因為我們也有很強的廣告... 對於很多企業組是很有幫助的... 那個部分也會... 要花時間跟大家溝通... 好... 在... 我們這一檔就是... 呃... 這檔活動做了... 呃... 到2月28之間呢... 我想要處理大家很多安裝系統上的問題... 那我們也會盡量簡化... 那... 請大家要多點耐心... 就是看這個... 呃... 這個計畫它的執行方式... 因為這個...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如果你有不理解的地方呢... 沒有關係... 請你留言在我們的Line裡面... 好... 我們會... 我們會在Line裡面答覆各位... 那... 如果說你留在臉書的... 留在臉書的回覆裡面... 我們... 呃... 我們線上是沒有服務人員的... 好... 他會直接跳系統跟你講說... 我這邊是沒有服務人員... 好... 會引導你到我們Line裡面... 因為我們Line有自動回覆系統... 那我們線上大概都是... 每天上午到下午的... 四點之間都會有人... 但是因為回... 回的問題也蠻多的... 如果有些要解決是要人工... 他就花的時間可能比較多... 那可能回頭再... 回覆你的聲音就會比較久一點... 有時候會到... 跳到隔日去... 最多的狀況是這樣... 那其他時間裡面... 其實都有文字的說明... 像數字鍵一樣... 你只要按... 按數字你就會... 你就會有答案... 好... 你就會有答案... 好... 你就會很清楚的答案說... 這個答案是什麼... 那如果說還是寫得不夠完整... 也歡迎大家... 好... 歡迎大家可以到... 呃... 我們的... 可以到裡面留言... 喔... 自動回復系統裡面還是看得到... 那我們現在也有錄製的影片... 好... 那也請大家也可以用空檔... 因為空... 影片的部分... 我也不想要耽誤他... 大家太多的時間... 你盡可能用很快速的方式... 去講完這個重點... 講完這個重點... 你哪個需求... 你就看哪個標題... 你就知道答案了... 好... 我不太喜歡耽誤大家的時間... 讓大家是可以清楚一點... 那... 今天真的講的比較多喔... 講的... 哇... 我講三四十分鐘... 變成一個小時... 比較長的時間喔... 呃... 還是希望大家能了解喔... 參加我們活動... 希望你可以具體清楚... 完整的閱讀... 好... 服務合約內容... 好... 我們希望... 呃... 這個活動可以越做越好... 那... 當然... 最後還是要感謝喔... 其實上次公司還蠻支持這個活動的啦... 如果不支持... 我們這個活動早就沒有辦法繼續做下去了... 所以今天換我們有能力了... 我們有能力就換我們要... 我們要把我們的長財發揮出來... 好的公司我們投資他... 好的公司我們投資他... 那... 他們會不會是好公司呢... 要有一些方法來分辨他們... 你分辨完之後... 更重要的是要系統來協助你... 這是... 今天跟大家做的總結... 也謝謝大家花了時間來... 呃... 看我的直播... 那... 有機會再跟大家做... 後續的直播...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